算是要比一個人說好像紅蟹而已 所以它就是需要一些外國的教練團 比如說美國、日本、甚至韓國的一些 pro的選手出身的教練 只要我們台灣的一些選手 讓我們的關聯、國方面 可以在正面的成長 不過這裡我覺得這是外國人的 不會永久 勢必我們台灣的選手要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到 現在用台灣對一個教團變成兩個教團 你現在兩個教團成立 跟一個教團來講 對台灣的房子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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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子 好處還是壞處 我覺得是正面的 我感覺是這樣 因為像你一個聯名好像一黨獨大那種感覺 你如果有兩個聯名的話 直接會競爭嘛 當然是有一點對立的感覺 不過我想我的預想可能在 也許五年、十年不一定 就是說有可能兩個聯名 就是作為在打一個關鍵 對 就像美國國人一樣一樣 所以很多朋友也在說 一個聯名當然是記者的利益就有了 怕別人本來本去 但是兩個聯名 可能不是把利益分掉 或是共同創作更多的利益 對 應該是 希望如處 希望看你這麼求人就拍到久了 謝謝 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不會去帶 我本來叫我叫我來參加 我才有機會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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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想很想補充一下 問李明氏說 你是不是吃米香 喝米茶 所以長成那麼快 那我小時也同樣吃米香 也喝過麵茶 為什麼長成這樣子 八百十六歲 怎麼大小的茶這麼多 我開個玩笑 因為最近常常在街上走的時候 都有人開我玩笑說 就對了 你喝到茶也不夠了 我不曉得他指的是 我喝啤酒還是喝奶粉 喝牛奶 不過在節目最後 我想利用這個時候 還是跟各位講 像電視播出之後 我們永遠不知道 各位喜不喜歡 但是陸續我們都會接到 各位的E-mail或是信件 提供資料的 或是給我們鼓勵的 我還是利用這個時間 跟很多朋友告罪 如果還沒有接到我回信的人 請原諒我 真的是太忙了 而且怎麼講 我希望能夠跟我們的工作人員一樣 我們彼此體貼一下 再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吧 我們隨便來賣 我們下個禮拜 在下個禮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